你能想象老师的任务不只是教育学生 不只是教育学生还要配上手枪随时保护学生的安全吗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法会经过两天的讨论 中国通过一项新法案允许教师在教室内配枪 以防止再次发生去年情人节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惨剧 那法案通过之后呢在民间引起了两极化的反应 我们来看看当地人的说法 2018年情人节当天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 发生校园枪击惨案震惊整个美国 当时一名违反纪律而被学校开除的青年尼古拉斯克鲁兹 拿着半自动步枪闯入学校 校园内的执法人员无法及时制服枪手 导致枪手射杀了17人 其中14人是学生 因为这件事佛罗里达立法会 以65票对47票通过 允许教师配枪教书的法案 枪击案里的受害者母亲罗莉 不认同这样的政策 能让教师有能力保护学生 在校方的批准下携带武器进入校园 不过教师公会校董会强力反对这法案 他们不愿意加入校警计划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家步枪协会 支持教师配枪 他们认为此举能够在大规模枪击案中 给予学生最好的保护 美国是全球枪击案极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许多执法人员认同教师配枪 因为佛罗里达州缺乏警力 万一发生枪击案 往往远水不能就近火 反对的人则认为教师配枪将令枪支泛滥问题更严重 到底配枪或不配枪 美国人还为这个问题而纠结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